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00年后我们发现到我们查期到的规模跟数量都有很急剧的升高 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处置这些成百或成千甚至上万的 这些被查期到的乌龟的数量它们来自于哪里 要该要去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因为它有可能在野方的过程之中可能会有疾病的引入 近年来台湾保育人士发现到石蛇龟所面临的绝肿危机 逐渐开始重视台湾原生龟走私问题 但是现今由于依照走私信口的防疫条例 所有遭查期的走私龟类都要销毁 虽然石蛇龟有保育的光环保护者 但是其他的台湾原生龟却未能因此而生存下来 也许政府为了环境安全而顺利这个政策 却让众多为龟类为保育类 却也是台湾原生种的龟类仍难逃一死 独立音乐的风潮越来越兴盛 嘉义就有一群年轻人创办了大型的独立音乐祭活动 吸引许多乐团参加 并且现在还有Life House的成立 提供独立乐团一个表演的空间 嘉义独立音乐的环境随着时间 人口的变迁而改变 发展出它独有的特色 如今嘉义的独立音乐风气日渐活络 在地也出现了独立音乐产业 Wake Up团队在嘉义生根 自立品牌觉醒艺术 开放凹凹处展演空间 共有需求的音乐人以及民众使用 有Life House比较容易去发现到一些 嘉义在地的乐团或是创作人 他们也会来布品场地或来电动干嘛 你们比较会知道说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其实以前会以为说嘉义真的没有独立音乐人 可是现在知道说其实他们是存在 我觉得它发展的还不错 我觉得让它自然发展 而且我觉得这个发展不是我的期望 它怎么样它就可以怎么样 但是我看到它的进步 比如说我看到一些学生开始师傅创作 连高中生都在创作 大学都在创作 然后我看到一些老舍的电音的 这个应该都是独立音乐内吧 因为他们在创作自己的独立音乐 那我觉得我就算什么都不做 他们也都会长得很好 而且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团体或个人的演出会出现 虽然现在的嘉义仍需要更多资源投入 但可以看见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玩独立音乐 期待嘉义未来出现更多新世代乐手 让嘉义独立乐坛更丰富多元 感谢观看